越來越多的國際體育賽事 選在臺灣來舉辦了 LPGA臺灣錦標賽才落幕不久 現在在南臺灣的臺南 正舉行的是首次舉辦的 輔城杯國際男子職業網球賽 國內外超過六十名的好手 齊聚 切磋較勁 在昨天下午 男子雙打決賽登場的臺灣選手 黃亮祺和易楚環 是順利奪下了冠軍 男子雙打決賽 臺灣選手小寶易楚環 和臺南小將黃亮祺 組成臺灣雙寶配 出戰奧地利及寶嘉莉亞選手 臺灣雙寶默契絕佳 手盤掀持得點 次盤雙方2比20 雙寶搶先破對方發球局 最後以6比4 把男子雙打冠軍留在臺灣 我從前幾天就一直單打 打這樣下來 其實都說真的 我的體力上其實真的耗蠻多的 然後其實量寶也就是在雙打方面 也是幫我也很多啦 臺南市首次舉辦 輔城杯男子職業網球錦標賽 鎖定來自德國 韓國 奧地利等 世界排名1000以內的選手 透過比賽 讓國內選手多了交流 作為進軍職業網壇前哨戰 我們可以讓臺灣在世界發光 一個是高爾夫球的妮妮 然後我們這網球啊 我們這幾年來已經有很多 很多的選手投入啊 都可以在職業網球賽得到前十名 甚至拿到金牌 主辦單位期待臺灣網球選手的亮麗表現 能讓世界看到 明視新聞李彥傑 臺南市報導